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关两湖的缘起,先介绍胡素晶博士 他生平以德感人,1979年识勞归主 当时两湖伴学团体,香港青少年德育例序会 创办人,树人学院的创校校监胡铢聂博士 对他的教育理念,深感认同 就以伴学团体申请伴学 最终成功创办小学,定以胡素晶博士命名 即是今天的胡素晶博士纪念学校 和沙田为胡素晶博士纪念学校 胡铢聂博士正正就是两湖伴学团体的创会主席 35周年校庆,多人要给同学认识胡博士 胡铢聂博士,浙江肖庆人 1971年,和已故的妻子 树人大学校长钟祁榮博士 在跑马地成和道自知创立树人书院 为中学毕业生提供升学机会,订担任校监 树人书院在1976年正式注册为专上学院 定名树人学院 2006年,树人学院到特区政府批准 正名为香港树人大学 成为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 我作为树人书院1980年的夜祖毕业生和校友 当年夜祖的学生曾经在三个校子上学 分别是跑马地、湾仔俠岛和湾仔曼谋里 见证胡铢聂博士抗例 每晚分别在三个校子的奔波鹿鹿 我感受自深 因此在胡铢聂博士的推荐和鼓励下 我在2006年成为第一个树人校友 担任一胡校董和加入伴乐团体 亦都开始在2001年至2013年到担任一胡校监 在2013年到至今就是担任沙湖的校监 树人一直秉承校训、敦人博物 推行人者教育、培养人人君子 而两胡的办学使命亦以德育为先 推展全人教育、以公成人爱为校训 历任校董会亦都因为弘烈博士的推介 有树人大学的校友和各方热心教育的人士秉力参与 同心协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 在2007年在黄烈博士的推荐下 担任了伴乐团体的主席 我在这十几年间兼任过一胡和沙胡的校监 和各个持份者携手推动两胡的优质教育 尤其在最近十几年香港的基础教育 因为社会的动荡而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以及公众的责任 但是凭着我们对教育的信念 以及以德育人的办学初衷 不断迎难而上 近贴时代步伐 两间胡数精学校都能够创造各具特色的教学环境 建基优势力尽完善 这些育人的热成在地区上面 不时被家长和沙田区的居民传重 这是我作为主席最感恩惠的 来年一胡和沙胡的学校发展 是要继续培育公民意识高 学习能力和思辨能力强的下一代 为社会为国家的幸福 贡献一己所长的未来主人庸 我作为两胡的财务监督者 多年来都是尽量让学校的财政运用 能够用得其所 以发展学生的潜能 优化学与教的设施 近年推动电子学习 我们都是早着先机的 给所有软件硬件配套 能够齐齐全传 至于同工的招聘和晋升 我们都是有梯队的承接 用人为才 公平公开地培养老师 进展所长 我一直都有代表办学团体 在两胡的课堂教学展示中 担任顾问的角色 两胡的教师专业发展 做得很到位 课程与时并进 规划完善 深得教育当局的赞赏 且里获殊荣 能够和教学团队经常交流 实属恩惠 我感到非常之荣幸 能够先后在两间 胡素晶博士纪念学校成为校长 各自服务五年的时间 两间胡素晶学校都各有不同的亮点 但是相同的是 大家都有心在教育的热成 未来一胡的发展 将会是继续迈开大步 完善全人发展的育人策略 在得育的全城上面 更加能够带领学生 建构美好而正确的价值观 课程方面 我们会朝着时代的转变 而设计合适的学习进程和内容 让学生能够成为终身的自主学习者 成就一代有一代的两胡学生 成为国家的同僚和世界公民 沙田维胡素晶博士纪念学校 重视学生的全人发展 我们深信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拥有不同的才华 只要用对方法 就能够让他们发光发亮 为了学生的需要 我们定立了自主正向展潜能 攻城人爱乐在人为我们的学习主题 以一个也是学校发展的方向 为了提升学与教的效能 教师团队不断进修 与时并进 我们致力培养学生成为 具备、创意、解难、反思、评想 能力的自主学习者 所以我们持续优化 艺术教育、STEM教育 跨课程阅读等等的校管课程 务求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和均衡的学习机会 学生亦都可以透过服务学习 去发挥助人助社会的精神 学校亦都不断完善校园的设施 增加学习的空间 配合学生的需要 我们会因应学生的能力和兴趣设计多元智能科 科外活动和占子培训 务求能够扩阔学生的学习领域 让他们发展潜能 最后要多谢校监和校董门对学校的支持 亦都要感谢家长和老师为孩子的成长共同努力 充分发挥家校合作 学校上下一心 陪伴孩子应对信息万变世界带来的挑战 培育关爱、自主 有正向思考、懂得感恩的孩子 将来回归社会 英语教育最重要的部分 是英语教育 因为它充分了我们的3A的理论 是 Authenticity Articulation And Amusement We all agree Language Arts 是英语教育最享受的方法 是英语教育 随着时代的变迁 科技的发展 学校面对着不停变迁的社会环境 亦都进行了相关的变革 为了配合学生的学习需要、能力、性向和学校的优势 学校设计了可以帮助学生学习的校本课程 透过均衡的学习课程 多元化全方位的学习活动和对焦评估 让学生可以在欢乐、朝气、梦想和智慧的环境之下学习 发挥多元智能 这正是学校的愿景 学校透过多元化的评估 例如是数学科和常识科的实作评估 让学生有机会亲手做一些不同的实验和量度 顶起了以往传统的字笔测试 其他的实科 例如是试艺科和体育科 亦都透过不同的自学历程 去进行进展性的评估 真正反映学生的学习进度 学校每年为学生提供超过70项的课外活动 等同学发展学习以外不同的潜能 我们更加将八大智能的学习 牵牌在多元智能课中 有系统地融入在学生六年的小学生涯中 我很感谢母校 延练起我演艺的潜能 让我可以实践梦想 学校现在更加规划校本得育课程 和公民教育课程 培养学生具备成长型思维和正向价值观 让学生要应有的道德勇气 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胡素贞的老师有爱心 亦很进责 还会对学生循循善有 除了会教学生书本上的知识之外 还会教不同的学习技巧 亦都很注重培育学生的品德 当学生有任何的困难的时候 老师都一定会主动伸出援手 为学生提供解决困难的方法 回到来母校任教 我亦都会以各位老师为榜样 成为一位专业 和伴随学生成长的老师 跨课程阅读 整合中文、英文、图书发展校本 跨课程阅读策略 联系不同的学习主题、策略 扩阔学生的阅读层面 适切地将阅读计划引进至其他科目 促进主动学习 提升从阅读中学习的能力 STEM教学的目的 助于让学生综合运用科学、科技、工程 以及数学的知识 尝试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难题 从而改善生活 除了学科上的学习活动之外 学生也能够在课外全方位活动中 获得实践的机会 透过校本体育及艺术教育課程 扩阔学生的学习经验 啟发不同的潜力 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发挥所长 提升自信 以及坚毅不屈的精神 沙虎的老师就真的很关爱 很有耐性 真的很好 我都很感谢沙虎 给了他很多机会 尝试严重伴插的事物 同时这方面 老师就会邀请他去 维研参加过 几百人的插发比赛 写作方面都有 尝试去训练他 或者是广众比赛 都是用课尔的时间去训练他 游说比赛 创造比赛等等 我觉得这些对小朋友来说 都是很好的学习经验 曾经我都是胡素贞的学生 在小学生硬的面 我都只是平平凡凡地度过 为了陪伴小朋友的成长 所以我开始参与学校的义务工作 现在是家教会的主席 亦都是家长校董 承担起回费务校的责任 在很多家长的心目中 我深信成绩好不一定要成功 但是品德好的人 他绝对不会失败 沙湖不单注重学术的培养 更加好注重这个品德的培养 在一个老师的培童之下 大概下了大半年 他的拍摄过程 他的行为是与众不同的 对老师同学之间和家庭 很有礼貌 小时候的小朋友 就被他圈掩到 训练到 他懂得关心老人家 关心同学 关心老师 造就人才 起点沙田 自体群美 得欲为先 祝贺胡素晶博士纪念学校 沙田维胡素晶博士纪念学校 对于小朋友 对于小朋友 进来 能跟我俩 对于小朋友 你 他